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是尖 看看行不行 因为上一道题的正解是这个尖 冷定的尖 但在这道题就不实用了 因为黑棋还是依然可以走到这里 这样的话 黑棋还是活了 静活 那看来这个地方是要点 那我们如果来直接占据这个要点 行不行呢 结论也是不行 黑棋啊 就这么简单的一顶 就已经活了 因为现在白棋无法破这个脚上这只眼 这时候再尖的话呢 黑棋扩大眼位就已经活了 两只眼活了 看得很清楚 我们摆一下 搬的时候 这样的话就是两只眼活棋了 那么这个形状如何能把它杀死呢 这道题的正解啊 是胯 这个胯啊 黑棋没有反抗 必须把白棋这颗子吃掉 当黑棋吃掉白棋这颗子的时候 我们白棋有一个次序 千万不要落掉 那就是冲 先冲 黑棋这个时候 必须要补这个段点 如果被吃这个子被吃住的话呢 坐眼的空间肯定就是不够了 那么黑棋最好的走法 比如说搬一个 这样的话 白棋简单的这么一加 就把黑棋吃掉 由于这个黑棋的形状不同啊 我们解答的这个方法 也就要有变化 上道题是接到这里 它的眼味呢 不是特别的充足 我们冷静的一尖 就可以把它杀掉 那么这道题呢 由于它这个是虎的 眼形比较充足 但是呢 这个有断点存在 所以说呢 我们就抓住它的这个断点吧 也就是弱点 跨到这里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杀掉了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今天的这道题目 前两道题目啊 这形状呢 黑棋的形状呢 像手枪 那么这道题的题目啊 有点像步枪了 它的枪管很长 这个作眼的空间呢 也比较大 那我们看看 呃 步枪的杀法和手枪的杀法 区别在哪里 首先我们还是用这个缩小眼位的方法啊 比如说断 这样的话呢 黑棋一定会挡 白棋 胡 黑棋 作眼 这样的话呢 呃 黑棋这个脚步啊 呃 就 不能净杀了 因为 白棋这里 可以挤住 可以挤住 黑棋作眼的时候呢 白棋 只能铺结 来杀黑棋 结杀黑棋 那我们看看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啊 这个斑啊 是打结 嗯 那 我们如果 拖这个啊 看看怎么样啊 这样的话呢 黑棋可以搬这边 扩大眼位 黑棋 白棋挡住 黑棋这么一立 这样的话呢 就没有 净杀了 也是打结啊 这个题目呢 呃 我们就不在这里多讲了啊 以后可能会讲到 呃 这个形状不是净杀啊 是结杀 那看来这两个所有眼位 都不成功 呃 呃 那么 还有一种啊 缩小眼位呢 是 比较冷静的 这种力啊 啊 如果 黑棋这个时候挡住的话 啊 这样的话呢 有了这两手提的交换 黑棋的坐眼空间就已经非常小了 我们现在依靠啊 黑棋来吃我们这颗子 对 黑棋提掉以后 刀板舞啊 这个杀法就简单了啊 点死 嗯 那看来 当白棋立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黑棋 只能坐眼啊 这个倒虎也是非常好的一步棋啊 非常好的一步棋 可是白棋这里啊 有一个致命的挤 这样的话呢 当黑棋坐完眼以后啊 在脚上坐完眼以后呢 白棋在一路有一个非常巧妙的小间 由于黑棋这三个子的气特别的紧啊 无法坐眼 比如说 坐眼 这样的话 白棋一挖 黑棋就已经死掉了 那么这道题的正解啊 就是这个冷静的力 一力以后呢 黑棋就没有抵抗的手段了 无论你挡住也好 还是这个巧妙的坐眼 都无法阻止白棋杀掉黑棋 那么这道题的正解就是这个力 好按照惯例呢 我们还是留一道题 让大家回去先思考一下 这道题呢 和上道题的形状实际上是一模一样的 唯一的区别呢 就是这里松了一口气 这支步枪呢 多了一口外气 那么解答起来呢 肯定会有所不同 因为我们大家现在通过这么多期以来做这个题啊 已经知道了外气很重要 这个 那大家回去先思考一下 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松一口气的这个步枪的解答方法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